這週又更新不了老毛的視頻了 估計要到下下週了 原因是我看到幾個群裏 因為熊士少年的造型問題吵得不可開交 最經典的是連兩個股票群裏大家意見都不同意 這個是非常少見的 通常來說在股票群裏只要沒人唱衰 和諧程度僅次於小片的評論區了 其實這幾年發生在中國大大小小的辱華事件已經有很多次了 但是我都沒怎麽討論 因為我覺得沒什麽意思 都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 以前類似的事情都是發生在時尚圈 但是這次比較不一樣 已經蔓延到了影視圈 甚至連三隻松鼠這樣賣堅果的公司都跟辱華站上了邊 先給不了解這件事情的觀眾快速過一下背景 大體上就是中國最近在上映一部國賣 熊士少年,利益非常正能量 動畫效果做的也很不錯 本來是被大家寄予厚望的 剛上映時評分也很高 可是隨後不少不滿的聲音也出來了 大多是對主角的人物造型不滿 很多人覺得這個咪咪眼加上奇怪的眼間劇 是在故意醜化中國 聯繫上之前的一些國外大牌廣告 以及西方多年來對中國人的刻板印象 辱華這個詞就又出現了 只是這一次是中國人辱中國人 而且是在中國自己的大螢幕上辱華 本來還只是在批判熊士少年 結果有些人又翻出了2019年三隻松鼠的廣告 上面的模特兒也是小眼睛高眼角 於是三隻松鼠又被馬上了熱搜 為什麽大家會吵起來呢 因為有些人覺得這個是在辱華 有些人覺得確實不好看 但是沒那麽嚴重 還有些人覺得傳統中國人對美的定義 就是單縫眼 不能因為老外對中國人的認知 我們就必須反正來 我有個跟大家不太一樣的關注點 中國的電影審核 那可是比自媒體的審核要嚴多了 熊士少年如果確實有醜化中國人的意思 中國的審核部門怎麽會放過他呢 再仔細看看 出品發行方裏有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 廣東省委宣傳部 廣州市委宣傳部 在熊士少年被網友攻擊的過程中 央視以及吳京等大排藝人也有為他打call 但是有意思的是 即使官方佔熊士 老百姓該罵的還是在罵 這可能和許多外媒形容的中國人都被洗腦了 共產黨說什麽就做什麽的情況很不一樣 如果我們帶著這樣一個疑問 再來看這個問題 就會有很不一樣的發現 我們先說下什麽是辱華 我專門去查了下 《百度之道》上有一個高讚的回答 2020年10月20號發布的 他說辱華是指壹些不尊重中國 發布有損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宣傳內容的品牌企業個人 這個句子有壹點點不順 主要表現為種族歧視言論 比如稱中國人為咪咪眼 錄製中國出醜的廣告 諷刺中國人的生活習慣等 熊士少年主角的眼睛比較小 確實搭到這個邊 但是這個標準到底要由誰來定義呢 到底多醜算是辱華呢 我覺得很難有壹個明確的標準 我先說壹下我對熊士少年的看法 我妄自揣測 熊士少年的主創可能是想要故意把人物畫的很壹般 然後藉此來凸顯小人物為了夢想努力 最後實現目標時的那種高光 他是想要通過外在的醜來凸顯中國人內在的美 其實這個就是各種文學作品裏的先譯後揚 雨果的巴黎聖母院就是這個玩法 現在網文裏的廢柴退婚流基本上也是這個套組 上期咱們聊到了論記不論星以及論心不論記 我覺得這事還是用論心不論記比較好 熊士首先宣傳了中國的傳統的武士文化 武士文化現在在海外可能發展的比中國自己還要好 在新加坡逢年過節 甚至小店開業都要五個師 反而是中國比較少 另外這部影片也相當的正能量 套路倒也不複雜 就是留守兒童從頹廢到奮發圖強再到成功 但是這個利益真的是太好了 涉及到了留守兒童 教育傳統價值觀等等 從這裏也就可以理解為啥中共的宣傳部也願意湊個份子了 但是結果出來之後 很多人完全沒有關注這些點 就說長得醜 我估計宣傳部門也是吐了壹口老血 就看壹個妹子花了十幾年把琴棋說話練得樣樣精通 結果對面的男生說我要遞罩杯的 咱們先不說辱華的事 這個就凸顯了壹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中國的主流文藝界 以及宣傳部門對普通百姓心理失去了準確的把握 可以說接近完全脫鉤了 不知道大家發現沒有 很多以前所謂的學院派大導演 現在都拍不出什麽叫做的電影 畫面都是極度唯美 但是總有一種裝逼過了頭 不知道他想表達什麽的感覺 反倒是有些專業的 像吳京,陳思辰這些票房挺高 很多人其實瞧不起吳京 覺得吳京就是賣愛國情懷 但是從結果論上來講他就是牛逼 吳京學的其實就是美國商愛大片的玩法 不搞的那麽複雜 就壹路愛國壹路打 爽就完事了 但是中國文藝界的人 他就特別的軸 非得在商業篇裏 灌一些文藝篇的內核 其實熊獅少年有沒有辱華 不是最重要的 阿迪,耐克,英特爾 在新疆問題上都表態了 按照網友的定義 那妥妥辱華了 但是他們在中國的市場份額並沒有跌 如果熊獅少年的確是好 該看的人還是會看的 熊獅少年上映快10千了 目前才2億票房 以目前的態勢來看 不大可能突破3億了 連哪吒10分之1的票房都達不到 我認為沒有辱華這件事情 他票房也不會太高的 我們先說他票房為什麽低 首先製作團隊應該是錯估了中國人對傳統文化的喜愛 而且武士這個傳統文化 在中國只有少數地區才有 並不算是主流的傳統文化 這幾年很多中國人都喊著要發揚傳統文化 但是我以前的視頻就說過 喊的最大的聲音不一定就是共識 就算是共識 喊的大聲他不一定代表就願意花錢 白鳥嘲諷也是一個紅洋傳統文化的電影 大家可以去查查票房 甚至我可以這麽說 喊的最大聲通常都是不花錢的 有錢的中產他沒空喊 蘋果在中國的利潤就可以解釋一切了 另外就是熊獅他不是一個傳統的商業篇 更像一個故事篇 功夫熊貓他也是動畫篇 但是從頭到尾霹裏啪啦一通打 這個就很商業了 觀眾愛看吧 熊獅他更接近青春麗質篇 我以前在電影院裏看過 我彭雲燕演的《翻滾吧阿信》 哭的我稀里話啦 我剛剛去查了下大陸的票房 618萬人民幣 說實話我看完也覺得有點後悔 不是說片子不好 而這種故事片我明明可以在家看 還是葉問,變形金剛 這種比較適合去影院看 如果主創方整個武打的獅王爭霸 加點什麽扶桑高麗偷學武士工 最後被主角吊打 或者臺派獅王認祖歸宗的劇情 那可能票房又不一樣了 最後還是人物化的醜 我不是在說辱華這件事情 就是單純說電影對主角形象的刻畫 創作團隊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 就是拿他們所謂的高級審美套給了普通百姓 以為老百姓會吃這套 高級審美並沒有問題 問題在於看你用在哪裏 比如說畢加索的畫 在高級人群裏大家都說他畫的好 一幅畫賣了個幾億,那是沒問題的 但是如果你覺得這樣賺的還是少了 找了一批畫家畫出一樣質量的畫 賣給老百姓說便宜點吧 兩萬一幅 那就是扯淡了 我對藝術的認知就是 藝術就只是用來裝逼的 你一找小學生畫一幅,越醜越好 然後放到藝術展上去 絕對會有一大群裝謎飯告訴你這幅畫畫的好在哪裏 我不能說所有人都不懂藝術 但是90%以上的人玩藝術 只是要證明自己不是一般人 因為要證明自己不是一般人 藝術就必須像皇帝的心意一樣 讓普通人看不到看不懂 因此我們平時的審美就分了雅和俗 大部分老百姓喜歡的就是俗 你整不明白的就是雅 聽了能笑的相聲就是俗 聽了要立正的就是雅 其實俗和雅沒有什麽好還是不好 俗一般賺的就是老百姓的錢 雅賺的就是有錢人的錢 林志玲和呂燕都是模特兒 面向的受眾就是不一樣的 你覺得林志玲好看 時尚界不買單 你覺得呂燕不好看 人家就沒想賺你口袋裏的那幾個鋼盆好吧 熊士少年在這裏 就是用了壹個他自以為雅的審美 當時我看到主創對醜的回應都笑了 這是嫌事不夠大 主創說他在廣東進行了多次採封 而且建議大家拿出鏡子或者手機 把濾鏡關掉 好好看看自己 想想身邊的人的相貌 實話實說 確實有些人長的是那樣 但是如果你想靠這個來打動觀眾 我為什麽不去看BBC呢 為什麽我們喜歡看無敵流 後宮流的小說 喜歡看日本的動脈 就是因為可以有種代入感 你這樣壹話 有些人他就代入不下去了 因此就更不可能掏錢了 至於說中國的宣傳部門也在裏面掛名了 怎麽他們就不明白這種事情嗎 我覺得宣傳部門的老爺 其實也不知道或者不關心老百姓 到底喜歡看什麽 以前我在噴外宣的時候不少朋友指出 雖然中國的外宣不行 但是內宣很行 其實在我看來內宣也很不行 你有壹個內宣型的錯覺 是因為首先內宣有流浪的扶持 動不動就是置頂 另外內宣可以進行強制性的控屏 比如說我剛剛看到抖音同齡雅相有關部門舉報的視頻 幾千個點贊 壹個評論都沒有 宣傳部門或者監管部門的能力到底厲害在哪裏呢 也許我層次還不夠啊 現在還理解不了 我比較能理解的還是錢 電影行不行最簡單直觀的辦法就是看票房 小錢也許會說謊 但是當錢多到壹定程度的時候 說謊的代價就很大了 2021年中國共產黨建黨100週年 可以說是非常重要的節點了 1921這部為共產黨縣裏的大片 就受到了中宣部以及國家電影局的高度關注 由上癮集團出品 集結了上百名青年演員 發行商裏有騰訊、貓眼、環亞等業界大牛 最後票房大陸5億香港450萬 這樣的票房不能說差吧 但是和吳京的愛國電影那是沒法比的 其實歸根結底一句話 不是觀眾不愛國 是官方內宣的表現形式太差了 內宣過於機械和死板 有一種往你嘴裏硬塞壓縮餅乾 還不給水喝的感覺 同樣的道理放在春晚上也是一樣的 不是觀眾不喜歡相成小品歌舞 而是你相成在那照本宣科 小品結尾必然強行升華 一個晚會搞得跟八股文一樣 近在那受教育了 誰又是熱情看 所以央視也真的沒有必要在這個時候為熊市少年鳴不平 不行就是不行 多總結反思少打嘴炮才是網道 你又不是自媒體 從熊市少年票房鋪接來看 辱華不辱華那都是其次 主流文人以及內宣部門拉胯才是最大的問題 一個有宣傳部門參與的正能量影片 被自己的人民罵醜 不得不說是一種諷刺 那麽為什麽這些精英的審美和平頭百姓的審美 會差這麽多 甚至被上升到辱華的程度呢 這件事情其實要分兩個層次來講 首先就是中國人傳統的審美到底是什麽 我們可以從中國古代的繪畫上看出 從唐朝開始就流傳了許多的侍女圖 這個大體能代表當時人對美的認知 我們可以看出 對貴族女性的刻畫 通常眼睛都是細長狀 眼角上翹 我們再看軍劇中的臉譜 眼睛大了很多 但是明顯眼角還是故意畫成了細長狀 這也是不少朋友為熊市少年辯護的原因 從我個人的審美看 唐朝侍女圖也是不好看 第一臉盤子比較大 然後臉沒什麽冷角,眼睛也醜 最主要身材都比較大媽 但是唐朝妹子也有優點,他們的衣著我感覺放到今天都很漂亮 最漂亮的地方還是我范咪咪老師演武則天被撿的那部分 監管部門真的就是歪曲歷史,對吧 有一種說法比較有意思,這裏僅供參考 說的是唐朝很多畫像看起來比較咪咪眼 可能是受到了當時佛教文化的影響 因為佛像通常都是比較慈眉善目眼睛眯著 這種形象影響到了唐朝的畫師 因此很多畫像的人也就咪咪眼了 但是其實唐朝也有很多寫實畫 比如說李世民的畫像 眼角是上揚的 但是算不上咪咪眼 宋朝皇帝們的畫像看起來也是比較正常的 我猜測放到今天這個環境來講 就像正常美女和二次元美女的區別 當然熊獅少年畫的比唐朝侍女圖畫要醜得多 但是有這麼個歷史背景在 加上架不住有些人覺得吊小眼好看 在沒有其他任何外界因素存在的情況下 說熊獅少年辱華是沒什麼道理的 只能說大家審美有區別 但是現在的問題是確實有外界因素 早在18世紀瑞典生物學家卡爾林奈 就把人分成了四類 美洲人、歐洲人、亞洲人、非洲人 對應的膚色則分別是紅色、白色、黃色、黑色 有關亞洲、黃洲人的特徵裏 就有一條眼角有內者 19世紀中期 大量中國人前往美國淘金 接著又有大批華工開始為美國修建鐵路 最開始大家關係融洽 可是到了19世紀後期 美國對華工需求降低 加上淘金熱衰退 對華人的態度也就從正面轉為了歧視 1882年美國簽署了排華法案 這項法案也成為了美國法典的一部分 在這一期間 眼角有內者 發展成了秘密眼 1913年 傅滿洲這個角色橫空出世 使得西方人對亞洲人的刻板印象進一步加強 傅滿洲就是個無惡不作的中國大壞蛋 我特別不滿意的地方 是你壞蛋就壞蛋 能不能壞的高端點 傅滿洲是空有極高的智商 但是幹壞事的時候 除了用手下的小流氓 剩下的壹般就是用毒蛇 蜘蛛還有細菌 我看那壹肚子火 就憑啥九頭蛇都是高科技 輪到傅滿洲就是用毒蛇呢 這個扯遠了 傅滿洲的形象的壹個主要特點 就是眼睛 長得特別的尖詐 明明眼 還有特意向上拉的眼角 傅滿洲之後 西方人對亞洲人的藝術形象就基本定型了 注意我說的是亞洲人 不僅僅是對中國人 從長相上來看 老外是分不清你是中國人日本人還是新加坡人的 所以這樣壹個形象是給所有亞洲人的 我的看法是 壹個老外 他如果從小接受這樣的信息 當他跑去時尚界幹活的時候 挑亞洲模特兒專門挑了些小眼睛 我認為主觀上他沒有歧視我們的意思 就好像我們壹樣會覺得有些人會比較大 有些群體更容易犯罪壹樣 這個也是刻板印象 但這不代表妳在主動歧視別人 因為這個是妳平時接受到信息之後 自然而然產生的壹個聯想 但是作為壹個中國人 去主動擁抱這樣的審美 就比較讓人不能接受了 我雖然不太贊同 但是我能理解這個裏面的邏輯 因為在中國崛起之前 西方已經強大了很多年了 尤其是在文革之後 中國人對自己的信心已經基本上垮了 只要是外國了就是好 搞藝術的人不去趟巴黎 不去趟美國 感覺都跟沒學壹樣 比如說像中國藝術界的大牛陳丹青 他在沒去美國之前 畫作的水平已經不錯了 去了美國壹段時間 我也沒聽說有什麽藝術上的突飛猛進 他高考英語只有零分 別說在美國學習了 我甚至懷疑他在美國獨自生活都很累 但是人家後來從美國回中國之後 就當上了清華美院的教授 妳不得不承認壹個現實 即使到了今天 絕大多數中國人還是重陽美外的 都是中國好的小粉紅只是積少數 很簡單的壹個例子 如果妳能從新加坡的南洋理工或者國大畢業 那回中國找工作 不說被當成清華北大畢業生吧 跟南大壹個待遇那是肯定有的 但是其實上南大的難度要高得多 不過藝術界和我們學功課的還不太壹樣 說句得罪人的話 以前中國哪有什麽成績好的人學藝術的 妳但凡是能上個二本 也不會去上藝術學校 現在的情況可能有點變了 但是70後80後那會兒肯定是這樣的 實在沒有辦法才去學藝術 今天搞藝術的中間力量也是這幫人 本身天賦壹般 對西方的藝術也跟朝聖壹樣 選擇原封不動的繼承西方的美學 我覺得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中國以前最有錢的公司也是外企 廣告這個東西有時候到底是打給觀眾看的呢 還是給批經費的老闆看的呢 這個事兒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那麽為什麽以前的中國人對這樣的審美沒意見 現在開始反彈了呢 首先不是沒意見 我以前就有意見 我覺得中國的模特兒太醜了 但是架不住很多人都說這個是高級聯 搞得我說醜就好像很沒水平一樣 其次就是這些高級藝術和我們關系不大 我們基本上也參與不到這些高端人士的活動裏 人家就只是在自己的圈子裏自己玩 就關我們什麽事 但是隨著互聯網的普及 這些信息會觸及到我們 並且引起我們的不適 只是到這一步還不要緊 問題是隨著普通人越來越有錢 他們想要賺我們的錢了 就像三隻松鼠 像你一個賣堅果的搞個高級聯 我不能說你錯 但是真的是很難理解 當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反感 並且商人們還想從這些人口袋裏掏錢的時候 就只差一個人先喊出 皇帝沒有穿衣服 當普通人去質疑精英的審美時 這個並不是什麽壞事 審美本來就應該趨近與大眾的共識 同樣是走秀 我想大家可以去對比一下日本的 模特兒既漂亮又富有青春活力 可能這個才是大眾更喜歡的 如果大家只是質疑 我認為這個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但是動不動就灌上辱華這樣壹個帽子 那我就是極度反對的了 千萬不要用扣帽子這樣壹種不聰明的手段 來爭奪話語權 尤其是千萬不要用 你怎麽怎麽樣 就是什麽什麽的方法來造劇 掉小眼就是辱華的話 胡錫進還可以說是擦邊 那徐志正沒得洗了吧 難道我們要說 你長成這樣不是辱華 但是模仿你的樣子就是辱華 所以到底是辱的是誰呢 而且我們假設老外從此以後 見到中國人就敢用瞪大眼睛 或者拍電影時遇到中國人的角色 就開個大眼特效 那麽你打算怎麽做呢 你們故意弄搭中國人的眼睛也是辱華 所以帶大眼特效的美顏軟件也是辱華嗎 審美這個東西 本身就是蘿蔔青菜 各有所愛 我們只能說大部分人的審美是什麽 但是絕對不能說 和大部分人不壹樣的審美 就是錯的 我們可以有自己的審美 但是也絕對不應該老外認為我們眼睛小 所以我們眼睛就不能小 這樣反而失去了審美的話語權 而且可能開始只是外國對中國人的刻板印象 結果變成了中國人對中國人自己的歧視 我認為辱這個字是個很重的字 如果隨隨便便我們就用它的話 既不能解決問題 也不能獲得別人的尊重 這裏我就又要老生常談壹次了 很多帶頭衝的人到底是真的覺得被辱了 還是覺得這個流量好賺 甚至有些人就是為了對內積起對立 對外樹立中國人都是玻璃心的形象 最近幾天我問了不少華人的朋友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我很抱歉的告訴各位 中國的形象在這一波裏是失分的 不是海外的華人無所謂歧視 新加坡以前就發生過白人女生拍眯眯眼的照片 然後被噴爆了的事件 就要說反歧視 海外的華人開始的要比中國的中國人早的多 問題在於不應該動不動就上綱上線 連自己人的壹個審美衝突也能上升到乳華的高度 這是不對的 審美本來就不是固定的嘛 就像女性對男性的審美 有人喜歡壯的 有人喜歡瘦的 有人喜歡陽剛的 有的人就是喜歡娘的呀 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偏好 不必定於壹尊 但是壹個時代會有壹個時代的主流審美 也需要壹個健康的審美 娘可以存在 不過不應該被推崇 我們完全不必使用多數暴力去銷售小眼睛類的內容 因為我相信 只要普通的中國人越來越有錢了 多數產品的審美自然會趨近於主流審美 與其用言語攻擊這樣的審美 不容人民幣來投票 得票少的自然會漸漸的消失的 大家看看海賊王裏納美胸部的變化 你就知道作者對錢的渴望了 對於辱華大家只要有兩手準備 讓自己越來越有錢 對方就捨不得辱你 讓自己越來越自信 對方就辱不動你